大家好,我是Yan,他是Christy, Jason, Kitty Andy不在,因為他今天抱怨 而大家看到,我們身後就是一個關西機場的背景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之前就說了 我們會拍關西機場裝修好之後的餐廳食品給大家看 而我們第一次去拍的時候 就是我們公司旅行出旅程去泰國那時 但是那時太廣了,遲到我們 所以是拍不到openning 現在補回openning 接下來大家會看到四間餐廳 第一間是神戶牛飯團 第二間是烏冬 第三間是壽司餓媽咖啡 第四間是Diorcafe 這裡四間餐廳,我們分了三次拍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看到最後 好,去片 最便宜是500元 五餐肉飯團 最貴是5500元 這個 試試什麼料 好,來吧 這個就是神戶牛扒飯團 這個要價是5500日圓 差不多三塊是超級貴 但是我首先想猜到的就是 我買的時候問她可不可以幫我切開幾份 她說不行 三牛幾,所以我覺得幾個Fan Strayer吃一口 這個要求是很合理的東西 但是它是不給的 另外我們買一個最便宜的 就是普通午餐肉飯團 其實它只是把牛扒變成午餐肉 就是很簡單的去理解就是 它不幫我們切開,我們也沒有刀 所以我們現在就好兄弟了 我會說是2000日圓OK 2000日圓我不行 它有2000日圓的感覺 但是不是5000日圓的感覺 不是5000日圓,它是5500日圓 現在咬一口就5000日圓了 現在就真的5000日圓了 這裡整個500日圓 就這樣,午餐肉,蛋 這塊生醬還給你大刮牛扒 我給你那塊 這個是有500日圓的價值 我建議大家買這個 這個午餐肉飯團,值得吃 500日圓可以 因為機場的食物都偏貴 這個500日圓的味道 但是它是spam的,沒有減鹽板 所以很辣鹹,我一邊喝水 現在就去吃 好鹹,但是好吃 因為白飯中和了 這是下米屍室 這個真的厲害 牛肉味也很出 但是牛肉和五餐肉 我永遠都站在五餐肉那邊 大家選擇有五餐肉那些菜 我這麼貪慕虛榮 我都說選五餐肉 大家自己心想吃什麼菜 這個是自費版的豆腐餐蛋飯團 試一下好不好吃 豆腐這個不錯 因為它甜甜的 它的味道也不太濃 再幫白飯中和了五餐肉的味道 700日圓 值不值得見人見字 現在我們是在吃機場餐廳的第二間 這次就沒有Grissy和Kitty 這個就是日本食途 吃過一些垃圾烏冬 大家都看到這個畫面 都知道是那些膠殼烏冬 我看過菜餐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吸引 然後到我們拿的時候 是這個膠豆 然後我就覺得十分不吸引 其實最差的是我膠豆 它根本是碗 我都不會覺得它這麼限 它的味道是正正常常的 它不難吃的 但是它的湯是完全不熱的 它們兩個沒有湯 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這個是室溫熱一點 所以我選擇這麼爽 我那是咖喱炸雞烏冬 你這個是什麼 肉烏冬 Jason你這個是什麼 溫泉蛋 富平牛 兩半烏冬 然後這個三盒的食物 分別幾次都我不記得 但是Total差不多4000日圓 我們暫時拍到第二間 我會覺得上次的飯糰好吃 而且值得吃 這間真的要有特別的原因 你才會來 不然我完全不推介你這間 機場來說 這個價格是算便宜的 就是你講規矩裡面來說 這個時間6點、7點 我覺得不錯 前面還有一間2000日一碗 黑松露和牛拉麵 如果這個6、7點 要我吃的黑松露和牛拉麵 我覺得太heavy 甚至我都覺得太heavy 如果你在大阪 看到有烏冬泡 有300、400日圓的烏冬 吃的 不要猶豫 先吃 給這個好吃 一定 它不是難吃 但是外面的一定比這裡好吃 希望這段影片 有機會在2024年出現 現在是2024年2月 我們繼續來到 關西機場禁區的食飯飯堂 上次他們拍完烏冬 現在第一集的味道由我來賣 因為今天只有我一個人在 現在我想試一個立食壽司 然後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會試Dior Cafe 自肥自己 它都有單點的壽司 當然基重是貴些 大拖羅就1300日圓 這個真的挺貴的 它現在有壽司套 連麵豉湯或海鮮湯 都是連美珍湖 現在是早上的7時9時 但是乾杯 真棒 開動 1800元來講 OK啦 不記得 貴一點是多額 機場來說1800日圓不果不實 我覺得它的壽司飯是偏少的 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好事 因為我都不是求吃飽 想飛機來吃 但是它的味道我會說是 好過煮壽司 但是味道真的是壽司店的味道 總括來說一句我覺得值得來的 比起上戶牛的飯糰 或者是我們吃的冷鬼烏冬 如果兩者都不是便宜的話 我會覺得壽司飯會有趣一點 因為可以感受一下日本的辣飲文化 而不需要在一個太爽吵 或者太多煙的環境 喝兩杯吃幾件壽司就送出機飲 這個不錯 我都評價幾乎 我們來到今集最後一站 Dior Cafe 不知道多少錢 還要貪心 那它的咖啡呢 就大約是1500至2000日圓左右 都貴的 但是不是那種想像不到的那種東西 我都大約是估計2000日圓 1500日圓一杯咖啡 是貴的 但是不是非天貴 然後它的茶就好像比較厲害 它有什麼米芝蓮三星級茶 它都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它麵包蛋糕那些全部都甜的 我是處理不了 我就叫它拿了原味的麵包 因為小弟又不吃甜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機會試它的甜品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看看 你看 這裡挺漂亮的 特地帶一個Dior 知道今天拍Dior Cafe 這道牛角包的名客 不過平心而論 這個牛角包 無論它好不好吃都好 Dior Cafe這個名客 都可以買40元一個牛角包 我覺得很划算 那個主人口廣東也是甜的 有些砂糖和牛油的甜 看這個巧克力是如何 很甜 很甜 什麼都很甜 但是這個麵包我覺得是挺好吃的 就是它有那種鬆軟度 那個牛角包外面的皮 真的夠脆的 我整個體驗都覺得OK的 是不是真的說真的 Dior Cafe 40元港幣的麵包 還有什麼強求的 我們就吃完了 買單2800元 剛剛壽司2400元 想不到吃過牛角包和咖啡 是規格吃壽司再加喝啤酒 不過沒辦法 Dior就是這樣 對不對 我們今集第一集的盒輯 來到這裡 我們之後 牛骨湯的湯飯 一份烏牛松露拉麵 還有一個麵包店 我們會在第二層盒輯拍這三間店 大家敬請期待 我現在非常飽 飽到返艇 我們下集再見 記得分享讚好訂閱留言 這個都算是大辦公室 拜拜 拜拜